其實脂肪腔做脂肪移植 其實脂肪腔做脂肪移植 它的這些腫脹啊 瘀青啊 跟我們的傳統脂肪移植 不會相差太多 脂肪腔在打完脂肪之後呢 會發現明顯有一些瘀青 尤其是在眼周或者是下巴的地方 這些地方血液循環比較豐富的 它會比較容易歐青 你說多久會退呢 差不多五到十天 因人而以會這些瘀青會慢慢退去 一直腫脹兩到三周左右 那你會覺得臉上會有點蹦蹦的 熱熱辣辣的 差不多會在兩三周慢慢的退去 那到一個月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我們想要的雛形 它慢慢出來了 那脂肪的穩定呢 需要到三個月左右 它才會這個所有的事情塵埃落定 生活作息上面都是沒有特別去拘束的 但是呢 術後的菸酒一定要避免 因為你香菸裡面含有氧化碳 其實脂肪移植最忌諱就是缺氧 那這些氧化碳一進到身體裡面 其實對於組織都有相對缺氧的後果 那脂肪移植就沒有辦法存活下來 那運動的方面都可以盡量的一些和緩 例如說有氧運動啊或者是瑜伽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其實胸部在恢復期上面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這些禁忌或者是不舒服 因為胸部填充進去 它其實不太會腫不太會痛 有一些瘀青也會在兩三周就退掉了 胸部因為我們有一些脂肪是注射到胸大肌裡面 所以這個三個月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鼓勵患者進行一些胸部的運動 例如說女生的這些健身啊胸腿啊等等 是要避免的 那飲食上面都是一切都正常就可以了 辛辣或者是容易過敏的必須要避免 那其他的部分都還可以 當然客人常常會問到說 需不需要冷熱膚 那這點是對我來說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想這些冷膚跟熱膚 這些溫度的改變 其實或多或少都會對脂肪細胞 會有一些一些影響 那我希望一切就是自然就好 然後在一個合適人類體溫情況底下 讓這些脂肪細胞很順利的可以存活下來 那你的結果就會越來越好這樣子 我一定會退到 finalmente 就知道你每天的靈機都更快 也會送橘子 這裡陰底子 ntل 過了 顯然 感谢观看